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周老师 来自华谊嘉信的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好了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他们在爱情道路上碰到了 怎样的坎坷 各位请看 我喜欢用画笔来记录我们的爱情 他是一名街友老师 我喜欢他平时跳舞时的感觉 但是在一起时间走了以后 我发现他身边的异性越来越多 本来这张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画纸 多了很多别的女孩 现在这幅画的女主角已经不是我了 她从来没有给过我足够的安全感 看着他们 现在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 将本来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画继续下去 一进一动 原本是一个挺好的搭配和组合 但是因为失去了安全感 一段爱情似乎就要搁浅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的24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街舞老师 女嘉宾童童22岁 同样来自吉林 是一位美术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她 我俩其实是在一次活动上认识的 那时我是身为男模 去走秀和进展 而她是李姨 那个时候我们聊得比较投缘 然后我就怎么认识 那现在谈了多久恋爱了 我俩在一起一年多了吧 中间分开过一段时间 分开多久 分开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吧 然后后来又和好了 我就到现在那些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清楚 我对她的信任 也是不像原来那样那么多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对她 开始不那么信任了呢 她这个人就是总是跟别的女孩 在一块打闹 做一些有些过分的动作 还上手 主持人是这样啊 您刚才看到了 我是声明接骨老师 有些学生做的不对的地方 你要第一时间给她纠正对吧 有些动作做不对的时候 必须给她摆正 你那根本就不是摆动作好不好 她就觉得我是跟人 故意去靠近乎 去亲密 她故意的就这么想 她根本就不是 是她们接我课下课了 然后她们那边的一个女教师 然后过来找她来闹 她俩聊些有的没的 完了过来她俩就上手 然后那女孩上去就摸了她一把 完了她俩还在那块开玩笑 摸她哪儿啊 摸她的胸部 没有像你说那样 胸部 胸部 对 其实当时是这样 我教的课程当中 有一环节是需要 胸部的运动震动 那根本就不是在做动作啊 学生他们不知道 那不是学生好吗 你总是有理由有计 根本就不在乎 完了他们有一次就是 接我班下课了 他们那些老师在一块玩戏 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 然后有一个女孩就问她说 你觉得你跟你现在这个女朋友 以后能不能长久 相处下去 能不能结婚呢 她什么都没说就摇摇头 你根本就是不在乎我 我跟你说是因为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发现她有一些幼稚 思想很单一不全面 那个时候咱俩一次下来都没吵过 你发现我问题 为什么不跟我沟通 我跟你跟我都很多回了 我跟你跟我都特别特别多次 再说了 这是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你觉得一听就OK了 没有问题了 那我怎么想 你说这话传到我耳朵里 我怎么想呀 你根本就是不在 我没把我当回事 你看主任 她总是这样 无理取闹 我刚才说我 她是兼职男模 她就觉得 我跟女模特有什么事情 那是我觉得吗 那模特她跟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 那模特就是微信上 跟她聊一些有的没的 完了还问她 你有没有女朋友 那你怎么说 你怎么回答的呀 我就没有正面 去回答她这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告诉她呢 我不认识她第一个 你不认识她 人家问你 这很正常的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能回答呢 完了看着女模特 长得挺好看的 还把她那个朋友圈屏蔽了 就不让她看见 我俩平时的那些照片 我没有不让她看 首先我刚才说了 我第一个不认识她 我没有必要去 把我自己隐私再告诉她 那你不认识她 这个就是 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这是很平常的一个问题 她是怎么答的 她说你猜 我从小就有一些习惯 我不认识她人 我肯定不会 这么去回答这些问题 包括我自己东西 我不会表现给她看 行吧 你们俩不是分开一个多月吗 对 咱们说说这分开 分开这一个多月 是为什么分开 她要跟我说冷静 你说的是分手 我根本就不是分手 她跟我说 就是冷静十天 这段时间之内 我也不找 她也不找我 我说那行 我也是好好想想 我自己就身上 有什么问题呗 然后她倒好 冷静没几天 我俩有一个 就是共同的活动群 她就网上发了照片 是她和另一个女孩 拍的婚纱照 那个 我说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是影楼 一些模特 展示 只是个展示 你自己下发了就行 而且你为什么 非得要跟她去拍呢 她是谁呀 当时就是她把我的朋友圈屏蔽了 她身边的朋友告诉我的 说你俩是分手了吗 我说没有啊 然后她又给我看了 她朋友圈里发了和那个女孩的合照 就意思是她俩已经在一起了 我说那在一起了 那为什么不告诉呢 你要是说分手 那就分手呗 我也不会就是一直缠着你 但你要跟我说清楚 到底是要怎么样 你别这样 就是我很委屈 因为那段时间我也在选择 整个那两个月左右 我整个人是很乱很乱 心里包括思想都是 那时候我刚跟她分开 她的一些错误 让我这个女孩能弥补 我俩是一个团队的 总在一起出活动 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她的一些东西呢 她没有 但是她的一些东西 她也没有 我也其实 我也当时在选择期间 那我是不是问你了呀 我说你想清楚之后 你再来找我 因为那下我找她谈了嘛 我说你完了之后 你给我一个答复 然后隔了两天 她就给我打电话了 是哭着给我打的 就说就是觉得 挺对不起我的 想跟我好好在一块 因为那个时候 我就给她打电话 确实是 我觉得还是她比较 可以一些 能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一些 你做了选择题 你选了她 然后我跟她说的很清楚 说既然咱俩就是 和好的时候吧 那这个女孩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也不要再出现在 咱俩的生活中了 然后她说行 就已经答应得很好了 完了他们俩就有次 就背着我 出去接了一个活动 跳就是那个 快闪舞蹈里 情侣角色 这个你怎么解释 因为这个舞蹈 我必须要找一个 也是跟我一样 会的人来跳 你非得找她 我根本跟你说 以后不能再联系这个人了 那就是工作上的问题 长春只有这女孩 会跳成舞吗 那真就是工作上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这就属于欺骗 我告诉你 就是盼着这种情况产生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其他让你过不去的心坎呢 有 就是有一次 我和她身边的朋友 看那女孩拍了一套 比较性感的写真照片 然后后来都发现 她家那女孩微信 问她 你是不是不想我了呀 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拍这个照片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毕竟我跟那女孩 也有过一段 很多人都看到的话 首先第一个想的 就是跟我有关系 毕竟跟我有过一段 那你俩是不是已经分开了 现在跟谁在一起 我就是怕避免那种事情发生 你自己想太多了吧你 好好好 明白了 就是你跟她在恋爱期间 你确实跟其他的女孩 在一起了 是 那就性质就变了 一开始我们是不是说 你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你还心里面有个其他的女孩 你在做选择 后来发现不是 实际上面是 你跟她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跟另外一个女孩 在一起过一段时间 然后你发现 还是她更合适 你会回来找她了 对 都这样了 干嘛不分开 还在一起呢 你胡着 我就觉得 现在在一起那么久 然后也有好的事情吧 这个久很重要吗 因为我这个人 可能比较感性 有点舍不得 犹豫 对 因为一人再三人三的发生这么多事 她总是嘴上说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然后每次又下一次又再让我伤心 好吧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先想问一下女孩 你刚回答赵老师的话是说 因为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 所以我想还跟她在一起 或者我不清楚要不要分开 除了久以外 她还有什么地方在吸引你 有 我觉得她比别的男孩都细心 就有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 她给我做了一本相册 我俩从最开始在一起 相识那些经历 全都是写在里面 当时我看着觉得挺感动的 对 你觉得她还有好处是比较浪漫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 是想让你跟她在一起的 我平时比如说生病了 或者怎么样 她都会马上第一时间跑到我家 看我怎么样了 让我觉得挺感动的 但是在感动 你也跟她有那么多矛盾 而且这些矛盾是你们两个 对于异性的交往原则的问题的矛盾 我们常常在说 婚姻当中或者恋爱当中发生矛盾 都是因为每个人 对于跟外面的朋友交往的 关系的定位是不同的 比如说如果单独在开车的时候 副驾的能做其他异性 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 两个人会因为这个发生矛盾 跟异性说话的哪些词语 是不可以用的 哪些词语用了就是暧昧 这个是有两个人不同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对于很多在异性交往的这种关系 定位你跟她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有很强烈的一个原则 比如说不可以跟异性 有身体的接触 不可以跟一些有暧昧的异性 发生其他的工作接触 如果这些你们两个 都会发生矛盾的话 有可能未来一年两年三年 你们还会因为此而发生矛盾 因为到现在为止 到现场为止 你的男朋友他没有一句 对你的原则或你的边界 他有过认同 爱情的最开始 可能是因为有过很多的吸引 外貌的吸引 感受的吸引 但是爱情到最后 如果真的想要走到开花结果的话 必须两个人 在很多大事情上面 原则一定要一样 不一样 很容易就会接了再离 我觉得你们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 他没有想清楚 你也没有想明白 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你说他浪漫 细心 但是这些都可以不光用在你身上 他对别的女孩一定也会浪漫 也会细心 对不对 什么才只能搁在你身上 那就是他的心就在你这儿 说白就是两个字 专一 只有专一的男人才能给你未来 不管你现在你们谈了多少恋爱 多长时间了 但是真正长久的是未来 而能够保证未来 这个人还在你身边的 就是他的心在你这儿 想清楚这一点 你再去看看你现在 所谓这男朋友的举动吧 把你屏蔽了 并且已经发生了出轨的事实 在工作当中 跟别的女孩暧昧 种种表现 这个男人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男人 只有一个真正的爱你的 能够做到对你专一的男人 才是你能够跟他走在一起 走长久的 而他恰恰不是 相反你不仅没有想清楚 而且你很被动 因为所有的话语权都在他身上 说分手的是他 冷静的是他 说在一起的还是他 你都是可以 所以女孩啊 第一想清楚想明白 自己应该找一什么样的男人 去谈恋爱 另外 不管跟什么样的男人谈恋爱 一定要做到自己有足够的独立性 有原则 不能一退再退 男孩一直在选择对不对啊 并且你现在可能还在选择 因为很清楚 你对于这个女朋友的评价是 他比较可以 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爱这个女人的男人 能说出自己的爱人只是比较可以 不是最好 不是唯一 是还可以 你根本不爱他 不要找那么多借口了 他既然不是最好 那你就去找你的最好 别耽误我这个女孩 好吗 时常在我录制的节目当中 出现一种尴尬的场面 就是当有某一个选手 或者是某一个 家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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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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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恋爱 练习着去爱 其实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在一起有太多的理由 不在一起也有太多的理由 结果这件事情是你们自己来掌握的 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咱俩在一起走过这些路不容易 我听清楚你跟我说的一些话包括各位老师所说的一些东西 确实实是我做错了 但是我真的是还是想继续跟你走下去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过生日 你送给我的这幅画 我正把它写成小照片放在钱包里边 我还是想跟你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或许咱们俩分开一段时间都好好想清楚了 比较好吧 其实我不想分开 你说那些我跟我敢 我真是希望跟你继续走下去 在一起就好好在一起 别说什么冷静 有些人是经不住分离的考验 姑娘 自己想清楚 谢谢两位 请回 看了一段纠葛了一年多的这个爱情 女生一直心里是没有安全感的 来 请关门 但是我们发现最后的时候 当男生拿出了那张照片的时候 女生是动容的 其实在情感之中的人 往往这种东西是最有杀伤力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 还能坐的时候 就还能在一起 来 有请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像你是有台词的是吧 要保湿一辈诗 要保湿一辈诗 你看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老师包括主持人 还有你说的是对的 我该马上赶上我的错误 一心一逃跟你在一起 我希望我们能走得又长远长久 好吗 能给这姑娘安全感吗 能 能稍微地信任她一下 让她有点自信地去改错误吗 能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 请回 希望他们能够珍惜这段感情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今天的第二对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俩呢 是在学画画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我觉得她挺好看的 所以呢 我就借着学习的名义 去追了她 因为她比我小 我根本没看上她 要不是因为 她对我死去赖脸的 我根本就不会 给她这个机会的 谁知道好了以后啊 我的妈呀 整天对我巴巴巴 叨叨叨叨的 整天对我发火 整天对我生气 我发火还不是因为 她做错了 她还说我太矫情 我觉得这会她变了 我怎么变了呀 从一开始到现在 她一生气 我就给她道歉 一生气我就哄她 我到底哪是错了 我都不知道 她那哪是道歉啊 一点都不真诚 她根本就不知道 错在哪了 有嘴滑舌的 红也不对 道歉也不对 这种姑奶奶啊 我伺候不了了 这好像是爱情当中 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到底是她们变了 还是这段情感变了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21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苏22岁 同样来自山东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你们俩 大学再读是吧 马上就要毕业了 在大学里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都是艺术生 以前我们一起 学画画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她画得特别好 我画得特别烂 然后我看小姑娘 长得还可以 挺可爱 然后就是也比较真诚 我就借着学习的机会 追了她 咱哪知道 这个追了以后 这个反差也太大了 这个脾气就变得 就太大了 我真受不了 你怎么受不了了呀 你为什么受不了我 你之前刚开始 能受得了我 现在怎么受不了了 你说一开始 我对你多好 就是我们一起 学画画的时候 从早到晚 从头到脚 你说我跟你照顾 我怎么样 一周有七天 我能给你买七种早餐 包子油条 煎饼麻花 就市场上 能见到的早餐 我都给她买过 就给她买个鸡蛋 给她递过去 鸡蛋不就是早餐吗 她扔了 她把鸡蛋 喂我的时候给扔了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就是人 她给扔了 她喂你 是 我那天不太高兴 然后她给我鸡蛋的时候 她竟然扔了 当我的面 我怎么扔了 我扔鸡蛋干嘛呀 我说包好了 递在你嘴边 我先你吃吧 宝贝你吃吧 我以为她要张口吃呢 谁知道 一张口就让我滚 你那天起那么晚 给我买早餐 都上课了 我怎么吃 行你生气也就罢了吧 回头你说 到了中午了 还没吃饭呢 我先再给你送过去吧 好赖把饭吃了吧 然后还是不行 我说你到底怎么样 才能不生气 她让我把 吊在地上的鸡蛋 捡了吃了 她还不生气 不是 那一上午 那鸡蛋都在地上躺着呢 她是我们话 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然后那个鸡蛋 掉在那个地上 周围的垃圾全没了 就一个鸡蛋 掉在那儿的地方 我中午回去 一找一找 我就找着了 鸡蛋看我 我看鸡蛋 然后我一生气 搭上她的面 捡起来 我就吃了 你吃了 吃了 真吃了 那个土豪嘎帮着呢 然后呢 午饭她吃了吗 午饭吃了 好 这是你说 从早到晚 你对她伺候得很好 我这个体会了 这从头到脚 你是干了些什么呢 就是晚上给她洗脚 真的吗 你说当时 就是我们那个条件 挺艰苦的 晚上的热水也少 我一下课 我就这个 左手滴溜一个暖壶 右手滴溜一个暖壶 脖子里缠着毛巾 我刷刷的就给她打水 打完水 然后我就去她宿舍 我都巴不得 尝一口那水温度行不行 我就到这份上 我还没尝吗 你怎么尝啊 你真想让我尝吗 怎么说话这么气人呢 你也能忍啊 这个平时的小事行吗 我忍着行吗 我认了 你说这个 我交朋友 你阻拦干嘛了 咱都是正常的人了 交朋友有什么不对的 我就不知道了 你说三五同学干嘛 你们交了什么朋友啊 都是那些什么女生啊 特别的暧昧 然后还有个女生 跟她说 什么想你啊 什么东西的 我看了能不生气吗 那是我告诉同学 我们几个男生 几个女生 就一起特别好 就是当哥们那种玩 然后到了大学了 很久没联系了 对吧 我也不知道她干嘛了 挨个给我们这群男生 发了一个 我想你了 都说想她了 那么暧昧 还想你了 她不知道你有女朋友了吗 你不是不让我和她们联系吗 我不是没联系吗 要联系她 就是说她不知道呗 她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啊 她要知道会这么说吗 那你怎么不跟她说呀 你不是不让我和她们联系吗 没啥说你了 就是变了 等等等等 我问小伙子 就说你跟她谈恋爱之后 她是管你的社交圈的是吧 对啊 就是不能跟异性联系是吧 对啊 为什么不能联系呢 我看着生气 不是你心眼耳朵 是因为那些女生都比你好看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 你应该自信一点啊 那么好看她喜欢了你 说明你比她们还好 不正是因为在乎她才这样的吗 这事就过吧 反正这小子没什么画好肠子 当然有了 她那天搭我面 跟那个女生 就是高中同学 一起唱情歌 搭我面 勾肩搭背的 你可别提了我 什么时候和她勾肩搭背了 你们实话实说嘛 在KTV我们同学聚会 然后那个我那同学 就是邀请她 就说哎呀 咱们一起来唱个歌吧 然后她那态度 哎呀我不唱 你自己唱去 我不会唱 哎呀呀 你拨人家面子 还拨得这么厉害 弄人家很尴尬 脸直接都绿了 我说你跟谁说 拨人家戏 来我来 然后我觉得 不是你们还眉目传情 你看你的眼神 你们俩互望的眼神 也不是对她眉目传情啊 唱歌走心了还不行吗 你是对她走心啊 还是对哥走心啊 我看人对哥走心啊 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是对她走心呢 你就是变了 你现在就是变了 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好了 关键有的时候 你很过分你知道吧 有的时候真的很过分 还有一次 她就把我一个同学 她给骂了 因为你骂人干嘛呀 我为什么骂她 我怎么可能 无缘无故骂她呢 主任她说什么 她那个同学跟她说 那几号几号 你来我家陪我过生日吧 你说我看了 能不生气吗 你说她为什么叫你 去陪她过生日呢 多暧昧呀 你看她叫你过生日 这又怎么暧昧 我理都没理就暧昧了 臭我凶什么凶 臭人凶什么凶 老实点 都是自己惯 你怎么今天想明白 要跟她分手啊 怎么想的呀 她那次就已经跟我分了 那次就因为我把那个女的 给骂了 然后给杀了 她就跟我分手了 一气之下就跟我分手了 不是你骂了哪个女的 就是那个 她要去过生日的那个女的 然后她就分手了 她就跟我分手了 那怎么没分呢 分了 那时候分了两个月了 主任你先听我说一下 为什么和她分手行吗 我真是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这话你不用说了 我们都懂 我其实特别关注就是 怎么没分成 不还是因为我念 她对我好 然后舍不得嘛 然后发展性 主动求和的 然后呢 你就又回去了 然后稍微聊了聊 就又和好 还稍微聊了聊 你看她那不大乐意的样 她还给我摆脸子 你当时你什么样 你能记得吗 怎么跟你摆脸子 是你先给我摆脸子 行吗 给我发个短信 怎么样 生日过得怎么样 我没去 你还问我怎么样 故意在那气我 不不 她给你发了什么 向你求和的短信 我特好奇这个 我说那个 我有点舍不得你 然后就说原谅她了 什么的 你原谅她了 她跟你提出分手 你说你原谅她了 你同意好了 所以我还是和好了 那今天为什么来啊 你说这个女性朋友对吧 这个异性 咱就不提了 你说我和我哥们一起 你给我个面子能怎么的了 就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喝酒嘛 喝得有点这个头晕了 我说那个你去帮我拿瓶水吧 行吗 跟她说 我说完我就后悔了 其实 你当然后悔了 我怎么能使唤你呢 我 对 弄不死你 对 我说完我就后悔了 然后她也给我生气了 能不生气吗 你当他们面使唤我 跟他们喝酒的时候不理我 跟你说话一句都不理 然后想起我来了 就使唤我 去帮你拿东西 凭什么呀 凭什么帮你拿 拿没拿 没拿 除了没拿之外 还做了什么吗姑娘 没做什么 依你的脾气 你一定会做什么的 她那么多朋友 给她个面子 你没说话 我说不拿就不拿 她自己去拿 你不会这么温柔地说 不拿就不拿了吧 我说要拿也自己去拿 凭什么让我去拿呀 你看看 这是实话了 在饭桌上就和我吵了 你不会丢人呢 然后呢 你就自己去拿了 我就晕晕糊糊糊地 自己去拿呗 要是怎么办呢 不容易啊 就这样还没分掉 主要是那个 就这段时间 就是该出去工作 该出去实习了 对吧 也是联系有点少了 你问我工作 咱这意味着 未来是大事对吧 事业上的事 你说你还阻拦我 还和我耍小脾气 你还好意思说 一整天都不见面 回来就给我弄得一样看 说你累呀什么的 看我不开心是不是 济南那个堵车 你又不知道 我一下车都找不到腿 腿都没知觉 那是你自己的事 确实腿没知觉 我在宿舍打个游戏多好啊 就是啊 你在宿舍不行吗 别去了 一天咱俩天下在一起吧 你现在呢 都一天都见不着面 还有一个学校呢 还见不着面 多可怜呀 我总得出去忙吧 我总得出去干活吧的呀 然后你说 公司派给我一个客户 然后让我给他谈 都谈得很好了 就是只剩一些细节问题 再处理一下 就签合同了 他又把人家那个女客户 给人骂了一通 还把人给删了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 那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问你话 你都不搭理我 一直在玩手机 弄不生气吗 我也搭理你了吧 我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吗 你没理我 吃饭之前我就跟他说了 这是个急事 边吃饭 我这边还聊着呢 他就不行了 直接躲过来 把手机抢过去 就跟人发了几条 就特别难听的话 还把人给删了 你说你让我在公司里 怎么待下去 老板看我 以前多器重我 就是什么活动 我去干 现在呢 你删了 你在家回来不行吗 你开玩笑 人家把你骂一通 再跟家回来 你家回来啊 我真是气死我 我真是爆炸了都 你凭什么气 我还生气呢 他本来他说 圣诞节嘛 他要带我出去玩 然后他跟我说 我要先陪 我们班里的女生 给他们班的女生 一个人发了一个评我 还写了小纸条 说什么 你是独一无二的 什么的 这种话应该是夸我的吧 你怎么夸别的女生了 你就实话实说行吗 什么叫陪我们班女生 我是班长行吗 我是陪我们整个班的人 不光是有女生 陪有男生行吗 再说了 每个人都有苹果 都有纸条吧 对吧 而且也没什么 你还是独一无二唯一 哪有 我在那等你的时候 我玩手机 然后看你们班一个女的 发什么班长 你是我的太阳 什么班长 么么哒什么的 就说你一直在夸你呢 你怎么没对我这么好啊 一般之长 我当然得对他们好了 再说了 我不是也给你送礼物了吗 他们的苹果 这样说出去不好吧 我们班同学在打我 他们的苹果是八块钱一斤 你的是十八块钱一个 还不行吗 你还好意思说这个 那他们是提前准备的 我的是当时看没有了 又现买的 当天都那么贵 都是提前准备好的行吗 谁知道是现买的 还是准备好的 所以今天你来是要分手的是吧 我就是希望他改一改 你今天是来带他改造的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 你今天来干嘛呀 我就希望他能改 你让他怎么改 我就想让他像以前对我那么好 是哪样的好呢 就是什么 从早到晚 从头到脚 是吗 也是吧 天天陪着你是吧 姑娘你爱这个男人吗 爱 特别爱吗 他腿疼是他的事 还是你的事啊 他腿疼我腿又不疼 你看看这就是说 他爱一个男人 他们这段爱情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男生一直在很悲催的 被女生在那狂批 但是我发现男生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 去描述我们感受到 很惨的你的经历 你都很开心 我怎么可能开心吗 我就是心态比较乐观吧 我觉得 你的心态很乐观 导致你的开心 导致现在你的生活是这样子 你描述的每一个场景 都是你自己甘愿承受的 是你自己主动地 要去给人家买早餐 而且七天 七个不同的花样 是你自己主动地 愿意给人家买了鸡蛋 还要包好了味道嘴边 不小心把鸡蛋掉了 所以你会被劈 都是你自己愿意的 而且你也自己主动选择 这样一个女朋友 并且一步一步地 把她脾气 灌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真的忍受不了的话 我觉得不是说 你希望她能改她的脾气 而是你自己得看看 你的一些 对人处事的 这样一些行为习惯 你能不能去调整 不要连你的自尊的底线 都没有了去对别人好 那反过来 其实对于女孩来讲 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今天 在这个地方特别不讨巧 我不相信你是一个 不懂得关心人的女生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完全不懂得 关心人的女生的话 她不至于会对你好 那么长时间 你肯定有你的过人之处 但是你的过人之处是什么 我们到现在看不到 因为今天你从上台开始 你所展现出来的 就是一种很凶残的动物 所以如果你真的 希望你的男朋友 跟你走在一起的话 你得展示一下你的好 你的体谅人 因为在爱情当中 不仅是别人 光对你一个人好 也是你需要对别人好 别人在体谅你的同时 你也需要体谅他 你们还有半年 就要踏出大学的校园 就要工作 会有很多很多压力 需要你们自己负担经济的 未来成家立业的东西 所以女孩 如果你再不体谅人的话 我真的特别担心 好多女生眼馋的 你的男朋友 有可能今天就真的走失了 所以待一会儿 好好表现一下 不要再瞒不讲理了 你们两个是一体的 她的腿疼 你也应该疼 觉得这男孩特别好吧 挺好的 特别爱他吧 离不开他吧 没有安全感吧 你比较自卑吧 这才是你真正所有表现的核心之处 从头到脚 从早到晚 你都是在证明 你对我好 你只有我 所以在别人貌似觉得你很野蛮 不讲理的时候 我倒觉得蛮可怜你的 因为你内心是非常自卑的 你知道他很优秀 你知道配不上他 所以变本加厉 向所有周围的人证明 他只对我一个人好 但是姑娘 表达爱的方式错 爱不是证明给别人看的 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受 你能感受到他对你的爱 但是他可能 慢慢地感受到的 更多的是你的不讲理 他对你很多的好 都是由心底而发的 你要对他好一些 把你所有绞尽脑汁 想去设立那些 假想敌去打败的那股劲头 用在如何体贴他 这方面去使劲 好不好 尤其马上要毕业了 他要找工作了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所谓的爱 去影响他的工作 影响他今后的发展 不要让自己那点自卑 毁掉了你们的爱情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崔老师 当一个人百般地容忍自己的坏脾气 就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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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一定也会改的 我就 我就怕 女生特别注意 她没说完的那一部分 我就怕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可以关注eBay师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eBay师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使用下载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得到老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eBay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券 我们就来看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你还不过来抱我 你不过来抱我呀 你不抱我呀 这么多人呢 我跟你说 你好像没听过 要保持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 刚才赵传言人说了要自重 你老是要别人来抱你 一点都不知情 二十二岁的女生 还是一个撒娇的年龄 没听懂没关系 回家慢慢消化 生活里会打磨你的 你想抱她吗 想 那想帮你抱一下呗 别哭了啊 别哭别哭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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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好谢谢你们啊 下面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开心一点啊 咱们这么年轻的对吧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而且咱们不都有心情去改吗 这种小挫折 我觉得没什么 以后遇到更大的困难的时候 还是要咱们两个人去承担他 抱一抱抱一抱 好了 祝你们开心啊 好好去爱吧 是 请回 谢谢 希望年轻的孩子们 能够呵护好你们自己的爱情 我们希望你们享受爱情的浪漫过程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辈师爱情保鲜记 附老师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当初男朋友特别狠心 跟我提出分手 我终于放下了 可是他又要求复合 已经持续一年了 我该怎么劝说他 不要再这样纠缠 如果这个网友的问题是个问题 那说明还没有放下 如果没有放下 应该直面自己的内心 看清楚自己目前的心理状态 但是我认为 做人要尊重自己的首要基础 就是尊重自己曾经受到过的苦 否则的话 继续下去 还是伤害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 谈润保湿水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APP 赢百年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 优惠券 领不停 欢迎登陆 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巨利 爱奇艺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